大家好,我是Apple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HomePod如何设置默认的第三方音乐播放器 以前当我们用语音命令HomePod播放音乐 音响会自动默认的是Apple Music来播放音乐 但是在大陆地区的用户主要用QQ音乐和网易原音乐 所以日常语音命令播放歌举就不是特别方便 只能隔工投放音乐 苹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更新之后 HomePod可以设置默认的第三方音乐播放器 下面我就来教大家如何设置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要确保自己的苹果手机和HomePod的系统 升级到了最新版本 先来讲QQ音乐的设置步骤 第一步,打开iPhone上的QQ音乐APP 进入设置里面,找到连接HomePod 按照提示选择 在家庭中使用 然后点击完成即可 这样该QQ音乐的账户就与家庭的APP关联成功 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可以使用该账户播放歌曲 这个步骤就实现了QQ音乐和HomePod的关联 第二步,我们打开家庭APP 点击左上角的家的主标 点击家庭设置 然后点击进入用户账号 把默认服务器换成QQ音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HomePod 语音命令它播放歌曲 选择在家庭中使用 然后点击完成即可 再到家庭APP上 进入用户账号 把默认播放器换成网易元音乐就可以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支持 谢谢大家的观看